来看开幕到现在不到一个礼拜的世界同军大露营 现在变成了世界同军大撤退 要处理紧急撤退的有4万人 让南韩总统尹习岳赶快的以总统命令来推动这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这是一个非常凄惨的大会 从开幕以来就是短短几天上百人因为高温中暑送医院 卫生环境不好 所以英美新加坡团是提前拔营就离开了 跟台风无关 接下来预计周四卡努要登陆朝鲜半岛 因此全面撤退 现场现在有3万6千多人 必须分成上千辆巴士先移到首尔 原定的闭营是闭幕会还要不要办呢 要看看周五情况怎么样 由于南韩民众觉得国家形象大损 因此有人呼吁周五闭幕演唱会 能不能赶快找来BTS 或许可以提振形象和人气 收拾行囊拔营撤离 在韩国西南部举行的2023新万金世界同军大露营 在高温中暑 蚊虫叮咬 性骚扰等问题后 最新面临台风卡努逼境 来自156国3万6千多人 周二一大早就被迫分批搭乘 1022辆游览车 撤往首尔 京畿道等8地 估计撤离需要6个多小时 这场新冠疫情后 第一场世界同军大露营 没想到却状况连连 上周亲自出席开营市的韩国总统尹熙悦 立刻下令启动政府应急工作组 不过上千辆游览车的调度 及离营程序都是考验 这回台湾有1600多人参加 据了解被分配撤到首尔大学 高理大学 军事学院和市中大学宿舍 大露营组织委员会则透露 碧莹市和原定6号举行的K-pop演唱会 将改在11号移师首尔世界杯体育场举行 不过当天大批巴士涌入首尔市区 恐导致交通大打劫 已在日本冲绳海域盘旋超过一周的卡努 现在朝西北方向移动 预计10号上午从韩国东南的庆上南道登陆 为韩国全境带来大风和强降雨 各国同军们不得不提前拆除帐篷走人 今年夏季是韩国多年来最热的夏季之一 而同军的露营地是在填海造地广阔没有树的地区 缺乏避暑遮蔽保护 头两天就有近1000人受伤 当中207人中暑 其他包括被虫咬伤 消化道疾病 脚踝骨折等 另外也有人确诊 韩国总统尹席月被迫在开营第二天 前批相当台币1亿6000多万的财政预备费 支援空调巴士 冷藏冷冻车 医疗物资 并改善公餐品质 不过本届最大团英国 4500人仍率先决定拔营 并透露卫生条件太差 是他们提前离开的原因之一 我们有点关注 洗净几乎不够清洗几乎 里面没有泡泡 也没有安全 也有垃圾在建筑上 有点关注食材 特别是食材的需求 他们不需要食材 所以他们吃得少 英国同军团执行长表示 这趟旅行每位英国同军 要花3500英镑 相当台币14万2 上周六就因为中暑 卫生环境等问题 全部转往首尔饭店下榻 英国同军协会 估计要多付100万英镑以上 和台币4000万 除了英国约1000人参加的美国团 也提前拔营前往首尔南边的 驻韩美军基地韩福瑞营区 世界同军联盟秘书长发表声明指出 这是世界同军大陆营 100多年来第一次得面对 如此复杂的挑战 不过率先离营的英国同军们 周末倒是好好参观了首尔 搭乘观光巴士游览 也到南山宝览首尔夜景 尽管最后是因为天后 导致全面撤退 但部分韩国民众担忧 国家形象因此受损 这次大陆营最后演变成大撤退 显然让韩国脸上无光 过去成功举办奥运 和世界杯足球赛的记录 似乎都跟着蒙城 现在釜山正申办2030年 世界博览会 有韩国议员呼吁 让流行乐天团BTS防弹少年团 在闭幕演唱会上合体 挽救国家声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